灭绝为何要杀纪晓福 你看峨眉派祖师郭湘 是如何丢掉的手工杀 纪晓福深受灭绝师太的赏识 本是峨眉派的掌门弟子 未来峨眉一脉的接班人 由于峨眉派和武当派渊源极深 纪晓福还是武当七侠中的 殷离婷的未婚妻 只要纪晓福不出意外 日后的他不仅是峨眉派的掌门人 还和武林至尊张三丰友情 遗憾的是 一天纪晓福出门办事之时 护育了一正一邪的杨潇 杨潇武功颇高 他霸王硬上弓夺走了纪晓福的真洁 不过纪晓福事后却爱上了杨潇 还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杨不悔 一个不悔 证明纪晓福的确被杨潇所迷 以至于东窗事发之后 纪晓福宁愿死在灭绝师太的掌下 也不愿倒戈相向 对杨潇施以毒手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眼见纪晓福拒绝了自己的命令 灭绝师太二话不说就拍出一掌 当场就打死了纪晓福 古人云 木已成舟 灭绝师太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灭绝师太为何不学学小龙女的师父 只是将爱徒李莫仇逐出师门 令人发指的是 灭绝师太的狠毒远不仅于此 他击毙纪晓福之后 海洋炎要杀掉纪晓福的灭种 就连少年张无忌也要一起斩草出根 幸好张无忌机令 他带着杨不悔仓皇而逃 总算逃出了灭绝师太的魔爪 其实灭绝师太之所以如此大一灭青 除了他极其痛恨名叫之外 还和峨眉派祖师郭湘留下来的一个邦规有关 李天屠龙记原文里曾提及 按照郭湘留下来的规矩 每隔一段时间 掌门人就要检查女弟子手臂上的手工纱 郭湘到底经历了什么 以至于他如此看重后人的真洁 其实结合神雕侠侣来看 郭湘为了一门武功丢掉手工纱 这也是他为什么放弃追寻杨过的原因 郭湘的悟性很高 那时金伦法王为了攻破襄阳城 不惜掳了郭湘作为人质 妄图逼迫郭镜出城投降 让金伦法王始料未及的是 郭湘视为敌人的女儿 却拥有难得一见的武学天赋 金伦法王一番软磨硬泡 就是想将郭湘受为弟子 好让那门自己也练不成的无上瑜伽秘城 能够后继有人 郭湘有没有修习那门无上瑜伽秘城 根据新修版神雕侠侣的设定来看 郭湘极有可能练了 原文是这么写的 这些时日中 金伦郭湘倾囊相授本门的内外武功 郭湘日常无聊 便习以自浅 信仰日后预谋脱身 必须取得郭湘信任 对他防范松了 不在日夜谨守才行 于是假意拜师 成亲学习 他人本聪颖迷雾 这一专注便静静极快 郭湘见他学得比当年的大弟子更快更好 十分喜欢 可别以为这门无上瑜伽秘城妙不可言 了解古代瑜伽树的读者们会知道 无上瑜伽秘城可是一门男女双修的武功 只要男女双方摆出特定的姿势 进行雨水之欢方能练成 这样一来 郭湘为何突然大彻大悟 进而停下了追寻杨过的脚步 就变得有迹可循了 要知道的是 郭湘之前明知道杨过已是他人的夫君 仍切而不舍地苦苦追寻 他从南走到北 又从北走到南 无论是高耸入云的华山 还是鸟语花香的百花谷 就连阴暗潮湿的古墓 郭湘都亲自探寻过 只不过郭湘在丢失了手工纱之后 律师觉得自己配不上杨过 这才自残行贿之下 上了峨眉落发维尼 俗话说得好 得不到的往往是最珍贵的 郭湘痛失真结之后 反而要求门下弟子洁身自好 万万不能丢失手工纱 因此郭湘这才立下门规 掌门人不但隔三差五地 检查弟子的手工纱 还要对那些丢失真结的弟子 做出极重的惩罚 这样一来 就能解释灭绝师太 为何会对曾经的爱徒痛下杀手 只因纪晓福犯了门规 而让纪晓福失身之人 又是灭绝师太极其痛恨的杨肖 金仇旧恨夹杂在一起 灭绝师太这才兽性大法 不仅击毙纪晓福 还对杨不悔 张无忌发出了追杀令